封门村 一样的小道消息 当然了 故事仅供于乐 各位看官纯当 这是打发闲暇时光的小故事 真真假假 不必深究 封门村位于河南省 交作汽阳市郊 原名封门村 因地处写药 且位于风水学中的封门而得名 古人认为 东南九十度的整个方位 是最吉祥的区域 这一区域称为封门 所谓封门 并非真有一扇门 而是泛指空缺有风来之处 从河南省历史行政区划 严格资料中查证到 因行政人员错把封门村 写成了封门村 人为地给它改了名 对于该事件 没有著名具体日期 但在1972年版的军事地图上 仍然使用着封门村这个名字 可知更名发生在这之后 事实上 即便现在工作人员误写 或是误输入地名的情况仍然存在 但是不可能因为以此疏忽就把一个地方的名字给改了 那为什么在封门村会发生这种事呢 有人认为 所谓写错 不过是说辞 真正的原因无法拿到名面上来说 从封门到封门 一字之差 天壤之别 封门是引封来 等封来 封门则是闭门卸户 要关注什么东西 让其不能出来 从1981年开始 在政府的引导下 封门村的居民陆续迁出 至2007年已无人居住 村子的更名和村民的迁出 两件事发生的时间非常接近 当村民完全离开后 封门村人气进出 杂草丛生 成为鬼村 封字的意义不言而喻 2008年左右 一些户外运动爱好者 在探访封门村后 在网络上发布了相关的灵异事件 之后不久 该村正式获得了鬼村的称号 在讲封门村的灵异事件之前 先来看看它的格局 在中国传统的风水学中 房屋一般南北朝向才好 而封门村的房屋 却要么东西朝向 要么斜向朝向 似乎毫不顾忌风水的格局 再就是 多处房屋采用了门窗相对的结构 形成了很不吉利的穿堂煞 有一件穿心之隐忧 风水学家认为 这般自败风水格局的行为 很容易导致阴煞灾此地集结 再加上封门村 本身有着一套人鬼同居的丧葬习俗 更是增添了不少的邪气 所谓人鬼同居 便是人死后不出村 在村里寻一处地下葬 其实 如果范围扩大一些 田地间以及道路旁有坟包 在农村算不得稀奇 之所以 封门村的这一点被人们热议 是因为封门村住户的间距较小 非常集中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小镇 而很多居民的门前屋后 可能就是先任的坟地 这是封门村古老的习俗传承 随着时间流逝 已经没人能说得清 是从何时开始的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坚持这样做 而一旦没了坚定的信仰支撑 作为普通的民众 面对身边随时可见的坟地 也会产生畏惧心理 甚至有人明显地感觉到 即便是在夏季 村里都阴风阵阵 弥漫着一股凉气 还有人会莫名其妙地生一些怪病 身子异常虚弱 到医院却查不出原因 越来越多的村人 开始谈论村里阴气聚集 讨扰活人 但是人死不出村的祖规 不可破 那怎么办呢 他们想出了给死者 戴面具下葬的方法 这种面具是特制的 全封闭 连眼睛那里也没流孔 中国人讲求死后耳清目明 不遮挡义务 村民认为戴上封闭的面具 遮住了死者双眼 可以阵住阴魂 但一方面这样对逝者显得不敬 一方面有人担心阵魂会影响逝者往生 所以并非每户居民都采用 所以 封门村的阴气仍然在不断地急剧 上升 村民莫名生病的状况 也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中国的风水学自古有之 甚至越往前推 人们越是在以风水格局 那封门村的先人为何要那样建造房屋呢 又为何要立下人死不出村的规矩呢 按理说 他们不应该不知道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吧 有人认为 村里的另一个习俗或能解开这个谜团 相比城市 农村地区信奉鬼神的现象更为普及 尤其在过去 很多村子都建有寺庙和祠堂 寺庙里通常供奉着观音如来等神佛 祠堂则是家族祭祀之地 但在封门村 没有专门的祠堂 人们都在自己家里祭奠失去的亲人 庙子倒是有一座 供奉的却不是神佛 而是一对身着明代官府的男女雕像 民族学者推断 这对男女失偶有两种可能 其一 他们是村民共同的显赫的祖先 供全村人世代膜拜 其二 他们根本不是人像 而是鬼像 历代的村民拜的都是鬼 基于这两种情况 都能够对上面的问题进行延伸解答 选用封门村这一特定的阴地 将房屋的结构全部修建为阴宅 通过不断将死人埋在村里聚集阴气 活人 世代顶礼膜拜 内心沉浮 死后亦不会反叛 在这四项措施之下 封门村的阴属性不断加大 而这些阴气又不是杂乱无章的 都是心向那对石油 当能量积聚够了 就可完成某种仪式 实现某个目的 比如复活 比如灵力加大发生质变 非生成神 当然是邪神 也就是说 封门村彻头彻尾是一个局 回过头来再看原本的封门村 封这个字又有点意思了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带着东风一到 布局者的目的就达到了 然而 随着村民的搬出 村民的改变 因其无法继续聚集增长 又被死死的封在里面 尝不了气候 布局者算是功亏一篑了 你以为是一个马虎的办事员 写错了字 殊不知是高人出马 破了一场千年邪剧 很多时候 不是官方没做事 而是做了你也不知道 所谓是了夫一去 深藏公与民 就是如此了 接下来 我们来讲讲 封门村的灵异事 大家知道 封不是杀 只是把对象困在里面 并没有赶尽杀绝 所以不断有旅友在村子里 探险时遇到怪事 并流传开来 有人刚开始不打算到封门村去的 导航突然失灵了 使他们误入封门村 还有人反应 进入村子地界后 手机信号莫名丢失 拍摄的照片里出现不明人影 在诸多版本里 有个太师椅的传说非常有名 这个太师椅被称为该村第一邪物 据说最初一批做过他的旅友 身上都发生了不好的事 更有甚者出意外死了 当这消息传开后 就再也没人敢靠近了 只远远地看上一眼 就迅速走开 旅友小杨 就自称是那批做过太师椅的人 他说 倒也没到做过就没命的程度 但的的确确确出了点事 小杨是福建人 当年在河南交作某某大学读书 从本地同学的口中听闻了 封门村 很感兴趣 就约了两个室友共同前往 他说 我们是下午两点左右到的 八月份 我们特意选了太阳很烈的一天 也是壮胆吧 毕竟是去阴气重的地方 那几年 封门村还不是很出名 去游玩探险的人少 村里人籍寒志 野草都快有半人高了 我们三都拿了棍子和小刀 即使撇开树枝和草也能防着点虫舌 进村前还挺热的 建的村子 真就有股凉气 但树多草参 这不难解释 道路年久时休 有些不好行走 我们差不多只逛了三分之一就撤退了 很多屋子都是一样的 空空如也 没什么特色 所以看到那把椅子的时候 我们起了点兴趣 靠近看上面没有多少灰迹 猜想之前那些旅游肯定也坐过 就尝试着坐了坐 小杨他们去了三人 他和同学小李坐了 另一人有顾虑 没有坐 结果他和小李都遇到了一些麻烦 当晚回到学校 小杨提着水壶去开水房打水时 用了两年的水瓶突然碎裂了 里面的开水见到他穿短裤的腿上 烫伤了一大片皮肤 留下了永远的疤痕 小李的麻烦更玄乎一些 他半夜起床出了寝室门 静止走到楼下 想出宿舍楼 因为社官锁了大门 他出不去 就巴拉在铁门上不停地摇晃 社官听到声音 跑出来问他做啥 他也不吭声 把铁门弄得框框直响 依附不出去不罢休的姿态 社官以为他是在耍酒疯 用对讲机向校警报告 几分钟后 过来了两名校警 社官打开门 校警进来迅速控制了小李 可小李一个劲地挣扎 仍然不说话 并且 三人也没闻到小李身上有酒味 折腾了一阵 小李总算不挣扎了 嘴里又激励咕噜地说些听不懂得话 年龄较大的校警觉得 小李的状态不对劲 吵他大吼了几句 他也不理 感觉就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不受外界影响 社官不认识小李 又没法和他交流 就让校警留下帮忙看着 等天亮再说 小李本来是坐在凳子上的 讲了一阵 慢慢没了经历 最后搭了下脑袋睡着了 身子往前倾斜 摔倒在地 等他睁开眼睛的时候 整个人清醒了过来 疑惑地问夫妻他的社官 我怎么在这里 社官简单讲了经过 问小李以前 是不是有梦游的经历 他摇头说没有 后来小李要求回宿舍 社官没理由再留他 登记了他的信息就让他走了 到了第二天晚上 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这回小李出门的时候 寝室市长听着声音醒来 问他去哪 小李没回答 市长比较有责任心 就穿了衣服跟出去 亲眼看到小李扒拉铁门 市长和社官 一起把小李拖进旁边的值班室 稳住 又听社官讲了昨晚的情况 非常惊讶 立即向辅导员报告了指示 次日一早 辅导员和一个副院长 就把小李叫了去 问了他好半天 后来又叫了小杨 和另一个去丰文村的同学 进而知道了小杨被开水烫的事 小杨说 他们详细问了 我们进村的经过 看到了什么 做过什么事 我们也一一说了 第二天 学校安排了一辆车 开车的是那晚年龄 比较大的校警 在这辅导员和小杨三人 去了交作温县的慈圣寺 在路上 小杨得知 这个校警就是温县人 他说慈圣寺里的大师傅 可以帮到他们 校警还告诉他们 封门村很邪门 本地人都知道 自驾的孩子从小 就被教育不准去那边 小杨从村里回来 就被开水烫 小李又梦游 十十八九是中了邪 要找人驱邪才行 到了慈圣寺 校警给他们引荐了大师傅 大师傅听了经过 又详细看了三人 最后带着他们到经堂 关上门给他们念了半小诗经 又用手摸了摸他们的印堂 然后就说没事了 只在临走前叮嘱他们 以后不要去荒郊野外 好奇心别太重 不是什么好事 一路上 辅导员很少讲话 也不阻挠校警和他们一阵胡吹 快到学校时 他才对这事发表看法 你们回去好好上课 别到处说新时代的大学生 要当坚定的无神论者 此后小李的怪状真就消失了 小杨的烫伤好了后 除了留下疤痕外 其他方面都没有影响 而关于那次丰门村探险 因为有辅导员的敲打 他们都做到了守口卢评 即便有同学问起 也顾左右而言他 不会讲出最关键的内容 直到本科毕业后 小杨才以小说的形式 在母校的论坛上 完整地讲述了那段经历 这个时候 封门村太师 以做鬼不做人的规矩 已经传得有些邪乎了 不少旅友慕名前往参观 但基本都是在外面看看 也有胆大者亲自坐上去体验 再后来 有人爆出太师 以消失不见了 对此 网上众说纷纭 下面两种可能性 得到了比较多的支持 其一 被相关部门搬走了 免得关于他的传说 越来越邪 越来越迷信 其二 之前有做过他的人 出了事 一气之下回来 把他烧掉了 到底是怎样 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自从太师已消失后 去封门村探险的 旅友们遭遇怪事的频率 还真下降了些 不知是否与其有着关联 之前有提到过 封门村是1981年 集体迁徙后 才沦为空村的 此前一直有人居住 而早在1963年 这里就发生过一起枕边鬼脸事件 1963年8月初 三名来自郑州的美术特长生 带着画家到封门村写生 在他们进村前一天 村里刚办过一场葬礼 试者是个12岁的小男孩 连续发高烧数日 没有救过来 男孩就葬在进村的路边 家人按照习俗 把他生前用的一些东西烧了 因那几日都在下雨 有部分的遗物没烧完全 其中就有男孩的枕头 本来即便没烧完 枕头也在路边 不碍事 结果三名青年进村的时候 被这枕头挡了路 那枕头烧了一大半 又进了水 完全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青年也不知道是死者的遗物 就随意将其踢开了 后来他们撞邪的事传开 老人问起 才知道这一查 并认为这是整个事件的诱因 至于枕头 为何会跑出来拦路 有人认为 是村里哪个顽体的孩子 在葬礼结束后 把他挑弄到路中央的 也有人认为 旧时的枕头心都是稻草 又烧了一大半 剩下的重量比较轻 被风吹着就变了位置 还有人认为 这是死去的孩子 在提醒他们 让他们别进村 三名青年踢开枕头后 顺利进了村 村之书听了他们的来意 也表示欢迎 在安排他们住处的时候 村之书考虑到 刚死孩子的那家夫妇很悲痛 尤其是妇人 整日哭哭啼啼的 情绪很低落 而这三名青年 也是十多岁 和死去孩子的年纪相仿 就想着 让他们过去住几天 热闹热闹 冲淡一下悲伤的氛围 不过 村之书 还是如实讲了那家的情况 青年们心里其实是介意的 但是客随主便 他们也不好推辞 就硬着头皮去了 这家人只有两个房间 青年们自然地被安排进了 逝者生前所住的那间 因为孩子的东西都被烧了 屋里空荡荡的 村之书还张罗着 从其他村民那界的些棉绪和被子 从他们住进去后 怪事就开始接连出现了 头两天 经常半夜听见 有人在外面院子里喊 妈妈 妈妈 他们到窗户边看 却空无一人 又想要到院子里查看 还是没人 隔壁的夫妇听到动静 起来问他们怎么了 他们照实说了 妇人一听就很激动 说是他儿子回来了 在院子里手舞足蹈 不停地唤着孩子的名字 妇人忠实没能看到他去世的儿子 也没听到那个叫妈妈的声音 第二天晚上 他守在堂屋盯住三个青年 如果再听到声音 就悄悄出来叫他 奇怪的叫声没有响起 三名青年经此一事 内心的害怕都增加了 晚上轮番做着噩梦 好在惊醒后 没在屋子里看到什么惊悚画面 转眼到了第四日 他们在外面写声时 颜料用完了 三人中年龄最小的阿峰 回屋子拿颜料 阿峰打开衣柜 几秒后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随即晕倒在地 当时男主人在家 听到声音冲过来 把阿峰抱到外面院子阳光下 又是掐人钟 又是大声喊叹 过了好几分钟 阿峰才醒来 阿峰说 自己打开衣柜时 看到一个穿花袄子的小女孩 背对着她站在衣柜里 她先是吓了一跳 但很快反应过来 觉得大白天的不可能遇到脏东西 猜测是谁家小孩在玩捉迷藏的时候 误躲进来了 就伸手去拉小孩 打算把她抱出来 谁知刚一拉 女孩的头就断了 掉落下去 滚到了阿峰脚边 阿峰受到过度惊吓 直接导致了昏迷 男主人觉得奇怪 他刚才冲进去抱阿峰时 压根没看到地面 有什么小孩的人头 这回听阿峰说完 他又进屋子去找 地面没有 衣柜里也没什么奇怪的地方 男主人找完出来 又详细问了阿峰看到的小孩特征 等阿峰描述完小孩的画偶子模样时 顿时惊呆了 那是自己刚去世的儿子 小时候穿的偶子 后面他长大了 这偶子也没扔 一直放在柜子里的 儿子下葬那天 他们把这偶子一并烧了 让儿子带走 阿峰绝不可能见过那件偶子 描述出来的样子 却分毫不差 可怎么会是一个小女孩 穿着那偶子呢 男主人终于不再觉得一连串的事情是巧合了 他立即带阿峰去找了村子里的一名老人 老人问了阿峰入村前后的所有细节 理出了他们踢开半个枕头的事 老人说 是他们的行为冒犯了亡灵 但没有大碍 让他们晚上和男女主人换个房间睡 如果相安无事 这事就过去了 如果还发生怪事 就再想办法 男主人问画偶子和女孩的事 老人说 估计是他儿子下去后 把画偶子送给了一个小姑娘 也可能是被小姑娘抢去的 傍晚时分 另两人回来 听说这事也吓得不轻 三人一商量 虽然写生话还没完成 还是决定第二天就离开村子 这天晚上 青年阿良做了个噩梦 梦见自己身处一片雾气浓重的树林中 他想走出去 却因视线不清 完全找不到方向 走了一阵 尹渝看到前面有个人影 他欣喜地跑过去 看到师哥和自己差不多高的人 带走近了 他才发现 这人竟穿着一件画偶子 那偶子很小 穿在他身上很滑稽 阿良的潜意识里 记得阿风撞邪的事 所以看到这画偶子非常惊骇 连连后退 那身影见他不追了 反倒停止了前行 而是慢慢转过身来 就在阿良快看到他的脸时 阿良一下从梦中惊醒 睁开眼 大口喘着粗气 可下一秒 阿良大叫着从床上坐起 浑身不住地发抖 阿良的叫声惊醒了第三个青年阿勇 问他怎么了 阿良指着床上仍然沉睡的阿风的身体说 他 他 好一阵 阿良才讲明白 刚才他睁眼时 看到原本侧身睡在他对面的阿风 换了一张完全陌生的脸 正冲着他诡异的笑 那一瞬间 他觉得阿风就是梦里 那个穿花袄子的少年 隔壁的男女主人听到声音也过来了 男主人问阿良看到的人脸是什么样子的 待阿良讲完 男主人没说话 上前看阿风 发现他发烧了 额头很烫 怎么都叫不醒 已经处于昏迷状态 女主人则很激动 说阿良看到的是自己的儿子小飞 他上前拉着阿风的手 不停问 小飞 小飞 是不是你回来了 男主人先去叫来了村支书和村医 村医过来后 弄了些药给阿风灌下 可等了个把小时 阿风的症状还没好转 男主人想起白天老人的话 又去找了老人 老人听吧 披了件衣服就跟着来了 他看了阿风的情况 又问了刚才发生的事 最后把村支书拉到外面 嘀咕离枕就离开了 等他再回来时 手里捏了把灰 让村医取一半堆水给阿风喝 这一回 阿风喝完 过了十多分钟 体温就明显下降了 快天亮时 他终于醒了过来 一群人都松了口气 老者又让村医把剩下一半的 灰堆成两碗水 分别让阿良和阿勇喝了 天亮后 村支书说 村里湿气重 不适合外人居住 建议阿良他们早日返城 经此一事 三青年哪还有心思再住下去 连忙说今天就走 村支书亲自把他们送出了村 图中阿良问村医给他们喝的那药水是什么 村支书说 中草药将烧出湿的 其实那是老者到村民时代供奉的湿像下抓的一把香指挥 香灰为什么可以驱写 有人说 石像是封门村的大boss 一切小鬼都要听从他的 或是老者在取灰之时 向石像祷告 别伤着外来的人 故事讲到这里 也就结束了 当然 关于封门村的故事 流传甚广 版本众多 当中的真真假假 很难说清 大家也不必深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